上課我會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所以你要確認說你是否真的學會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範例是151 152 152就是它有三個刮鬍長寬高 而且那個刮鬍是全形的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全形跟半形不一樣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用的是半形的刮鬍 你一定找不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半形轉全形的話 那其實函數裡面也有 甚至頂倒過來也有 半形可以轉全形都可以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你當然要怎麼樣快速把刮鬍裡面的資料取得 方法其實蠻多的啦 不過可以用函數也可以用那個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有固定的那個位置的話 那是可以 可是如果不是固定位置的話 那資料剖析就變成你要是有什麼符號吧 豆點啦空白啦或什麼的一樣可以取得出來 那用函數的話其實可以用fine函數啦 比如說可以第一個抓那個開頭的嘛 第二個的話抓第一個刮鬍的後面就往後繼續找 然後再第三個刮鬍就是再把第二個刮鬍往後繼續找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找到那個其他的刮鬍位置 那所以我們有用了一些方法啦 就是說把那個刮鬍裡面的長寬刮鬍資料取得出來 那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甚至我們將來甚至你可以把它寫成VBA都沒關係啦 那只是說呢其他的方法有的時候不見得比較簡單 比如說呢可以用內碼的方式檢查內碼有沒有 因為如果是數字的話他的內碼一定是固定那個位置 所以你就去那個區間的內碼把那些內碼 只要是符合那些區間內碼的資料都取出來不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啦只是說呢你可能要先知道內碼的規則 那那個就不太容易了 那內碼的規則其實我好像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放 應該是103這個吧 103這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那當然我是建議如果你假設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那我是覺得這個內碼表可能要稍微知道 那不是說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什麼 就是說呢那個在美國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不會想到多國語系 所以他只有想到這個100 他是從他的編號是從這個實境位的這邊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DEC這一排 他的編號從0有沒有 就放這些啦 所以前面是一個控制碼 有沒有控制碼 像Enter的話應該是這個return 有沒有13嘛 所以以後抓那個13就是那個Enter鍵嘛 然後還有什麼backspace 我記得好像是9吧 有沒有這個 Tab是9啦 然後還有其他這些都控制碼 那主要是數字跟英文大小寫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抓數字的話 那其實你有個規則 就是你只要那個內碼的部分 只要是在48到57之間 那它應該就是一個數字 47 那這些都是數字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一個字一個字的把它抓出來 然後判斷一下 它裡面是不是這個range 如果是的話那表示說 這一個字它是個數字 那就把它取出來 放在一個地方 可不可以可以喔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內碼的部分 那當然啊 你說那函數裡面有沒有辦法 取得內碼的值 可以啊 有一個叫call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用到 call的話呢 就是你只要給它那個字 它會告訴你你的內碼是多少 那如果你假設那個內碼的範圍是這個 那表示它的數字 你把它知道取出來 這樣就ok了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大寫 大寫的話在這個範圍 65到90嘛 然後97 到112有沒有 所以大概這些 其他符號啊 或者是控制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以後要解決 把資料裡面的數字啦 英文啊 然後中文分開來 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上個禮拜有提到的部分 再稍微重點複習一下 然後 然後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來看 上個禮拜提到這個 北市住宅切到的統計啦 不過這個最後我們是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喔 有沒有還記得吧 我們是 主要想要知道兩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說呢 到底那個 104年到107年的那個切到案件 是增加還是減少 請你幫我畫個圖出來 最好是統計結果 然後畫圖 可是呢 要怎麼能夠完成這件事呢 當然喔 因為它原來的資料裡面沒有年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還記得吧 本來我們這個地方是沒有這個的 沒有年喔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假設要用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那你要統計資料之前 你可能要先 比如我們需要一個叫 例年切到的折線圖 那你就要想說例年 所以你要直覺想說 那我有沒有歷年這個年的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喔 那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OK喔 所以喔 樞紐分析表的使用喔 我覺得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 將來你要做一些樞紐分析之前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要分析的那個結果 有沒有對應的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的話呢 那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想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提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就是歷年嘛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 知道裡面有日期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日期裡面的 因為日期其實就包含三個訊息 年、月、日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從日期裡面 把年的訊息給拆分出來 OK 就得到年啦 所以上禮拜還記得吧 我們在旁邊先插入一欄 有沒有 然後叫年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資料的前兩個 不一定前兩個 可能是前三個字 也有可能是前兩個字 把它抓出來 還記得吧 我們好像下一個 當然你用lab則OK 可是問題lab則 你不能用lab則兩個字 兩個字就只有抓前兩個字 那底下這三個字不OK 所以我好像先用什麼 用len嘛 有沒有 len算它裡面有幾個字 那 總字數的話呢 反正就減掉 後面四個字 得到不就OK 所以後來我用了一個公式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我用了先用len去減 有沒有 用len減掉四個字 那 只要是 這個是 六個字 六個字減掉四個字 不是兩個字 那兩個字 不是取兩個字 這個是七個字 七個字減掉四個字 那不是三個字 所以喔 用len還蠻方便的 反正不管它是兩個字的還是三個字的 那都OK 最後我是加一個value 把它怎麼樣 把它轉成數字 OK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它畫成那個折線 所以喔 再利用那個這個年有沒有 然後呢 就插入一個樞紐分析 插入樞紐分析之前不用選啦 你要有不要放這個範圍 它就知道說呢 你要的是這個範圍 它會幫你框起來啦 理論上應該會框正確 就是A1到G G的最下面 G的這個好像多一懶 不過G我們裡面還沒做喔 不過不管喔 然後呢 的最下面列 總列數好像是2437啦 那這個範圍OK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再用拖拉的方式有沒有 把這邊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然後這邊記得喔 因為年裡面是數字 所以它預示好像加總 加總不對 所以再把它改成項目個數 算它的數量 那最後的話呢 馬上可以統計出來喔 那個切斷案件喔 如果是104年 就這麼多件 105 106 107 有沒有 不過喔 原來好像有多很多東西 不需要的 有沒有像這個78一件 還有什麼 為什麼要有78年 這很怪 這78年這個可能誤詞吧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103 這個五件 這個也不太對阿 所以把這些隱藏起來 然後把108好像也不完整 所以我就把這些隱藏掉 隱藏的話就是怎麼樣 點上面列標籤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然後呢把不要的部分把它打勾取消 這樣它就不會顯示出來了 這樣我是覺得 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那個統計的表格了 有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了吧 然後呢再利用這個表 去畫出一個圖 有沒有 圖的話就樞紐分析圖 那我就選那個什麼 折線圖嘛 還有資料標記的這一個 然後呢把它加到這邊來 並且改上面的標題名稱 其實很快就可以統一出一個結果了吧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 就是很客觀的啦 因為這個資料是 這個台北市政府給的嘛 他總不可能 拿一個假資料來騙我們 不然的話他好像拿假資料會有刑責 現在是不是想要什麼 什麼燈載不實還是什麼東西的 OK 那最後當然呢 這個畫出來之後 旁邊這邊有個圖例啦 這個圖例如果你假設不想讓它出現的話 你也可以在旁邊加號這邊點一下 然後把這個叫圖例打勾取消 它旁邊那個就不出 有沒有 它旁邊那個好像合計有點多餘 這樣看起來就越來越OK了 那將來如果說你要 就是要做一些簡報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圖啊 這個表拿到PowerPoint裡面去秀 這樣就很清楚了嘛 OK 那資料是正確的 結果也是 當然也是相對是 而且比較清楚嘛 一目了然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這個 當然我沒有政治色彩 同時上禮拜有問到 我只是拿這個資料來練習 那你可以看到好像 這個 剛上任的時候可能不太熟悉業務 所以有那麼一點點 反而那個就是治安好像沒有變好 可是隔年好像比較上手了 有沒有 越來越好 那當然你還可以比較這個邪度啦 如果邪度越大 表示這個進步空越大 那邪度可能沒那麼大的話 那當然沒進步那麼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直下滑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畫一個趨勢線的話 有沒有 它其實慢慢可以看出 哇 那越往那個好的方向去發展 這樣的話 感覺就還蠻好的 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去分析很多的公司的一些相關的產品 業績啦 或者是等等的 這個銷貨的狀況啊等等 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很快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應該不太會花太多力氣吧 不過前提喔 就是你要先長出那一欄出來 那一欄喔 有的時候我是覺得因為可能人家給你的資料 或者是說資料庫啦 把ERP吐出來的資料 通常都不是長的 像你要的那個樣子 那沒關係嘛 你就自己把它花個力氣把它取出來就好了 可能它前面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你就想一個規則把它取出來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假設我們今天呢 請各位再練習一下 如果我要統計一個什麼 到底台北市哪一區的治安是最差的 比較容易招小偷的 OK 那我也不知道啦 所以如果以這個資料來看 2000多筆資料來看 到底哪一區 當然呢 目前一樣的同樣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要統計哪一區 所以哪一區的話 你要想有沒有那個區的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在這邊變一個嘛 那區的話應該比較簡單 你看區的話剛好在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四個字嘛 OK 那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不過還好 那個台北市的那個區剛好都三個字 這個是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我發現那個台中啊 台南啊 他們的區好像不見得都是三個字耶 我後來發現 我因為在統計別的資料發現 奇怪他們的區好像還有什麼 南區 北區 就是東西南北區啦 它有那個各區的名稱都兩個字 所以如果只有兩個字的話 哇 那就麻煩 你可能要做一些判斷 那這個應該就簡單了 所以我們這裡如果要取得區的話 那就是在怎麼樣 利用常路函數裡面的文字類啦 用MID就OK了 MID的話呢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MID 然後呢 跟他講資料在這邊 然後我要取得第四個字 我要三個字 OK 那就幫我取出中間區按確定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有區了 那如果有區的話呢 接下來喔 我們就可以畫 第一個啦 當然你可以統計嘛 所以統計一樣 有不要放這個範圍之內的 隨便一個儲存格 你不用選啦 你不要說老師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Ctrl-Ship向右向下 不用啦 你就選的也可以 但是不選也沒關係 那如果不選也OK 那當然你就隨意一點 你就是直接 不要放這個範圍 只是說你要檢查一下喔 他插入那個書的分析表的時候 你要先check一下 他這個範圍是不是正確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發生錯誤的機會 可能喔 還是有遇過那個 他選錯範圍的 那不過有的時候啦 大概就先瞄一下 他插入書的分析表的時候 他其實會先給你一個虛線框框啦 其實這個虛線框 你大概看一下應該就知道了 這個虛線框框應該就比較直覺 那沒問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一樣我們把什麼 把區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到直 那這個因為呢 這個區裡面喔 欸 你又想說 怎麼拖拉過來裡面是空白呢 好 原因何在呢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該如何處置 我不知道有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知道哪裡 做一個動作就好了 其實喔 其實喔 以後你遇到這種狀況 原因何在呢 因為喔 如果假設你之前做過一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樞紐分析表裡面呢 他會先取得之前 舊資料的一個算是快取啦 Catch 所以呢 他會記得喔 那所以如果假設你在插入第二個樞紐分析表 他還是會抓舊資料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做這個區的欄位喔 在舊資料裡面是不存在的 欸 那你說那怎麼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啦 就是說喔 你假設沒有出現喔 你要讓它出現的話 你只要在那個 那個上方喔 分析裡面啊 就這個範圍 你隨便猜哪一個最有可能 因為它是舊資料 你要把它變新的 哪一個比較有可能呢 其實應該可以猜出了吧 重新整理啦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讓它重新再去抓一下新資料啦 大概這樣喔 OK 那有的時候你按這個按鈕喔 他還是不work的話 那你可能這邊還有一個箭頭 他還有一個叫全部啦 不過理論上應該按一下重新整理 他應該就出來了 有沒有 如果假設喔 有種狀況是欸 那你按很多下他都不理你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多一個要全部重新整理 可能你更新的資料太多了 所以呢 你要全部重新整理一下 OK喔 這個蠻常遇到 因為之前同學常常遇到說 老師為什麼我做完了 結果他資料不給我 OK 這問題發生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書紐分析表要出來了 不過一樣有老問題 在台北市的資料裡面 居然跑出那個 這個叫什麼 淡水證 還有什麼 板橋式 還有中和三重 那當然啦 這個資料是應該是錯物質的啦 所以怎麼辦 其實理論上喔 要不就是你要把原始資料 這些資料把它砍掉 要不然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跟剛剛那個方法一樣 就是怎麼樣 把它用隱藏就算了 隱藏要不要快一點 OK 所以把這個打鍋取消 這些都要的 按確定一下 那留下來應該就是這十二區吧 我記得喔 就是這十二區裡面的話 那數字就出來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做一個 畫個圖 那去很快就知道 到底哪一區的那個切到案件最多了 請問一下 一樣 開啟那個這個是 我們範例檔案裡面的台北市住宅 切到點位資訊這個範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